大家好,欢迎收看港湾播报,我是主播Cherry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27日发布声明指,正拟定新的法规 以打击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以不公平的低廉价格在国外市场倾销钢铁和铝 新法规加大了对加拿大边境管理局的授权 以识别和打击试图逃避进口关税的公司 加拿大原有71项关于钢铁和铝进口的限制性措施 新法规增加的内容包括授权加拿大边境管理局调查在境内组装 或对产品进行轻微修改以逃避检查的公司 在确定关税时参考出口国市场价格是否扭曲而更负灵活性 根据国内市场价格确定进口关税 允许工会参加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等机构的诉讼 以查明外国产品是否伤害加拿大国内的生产商 增加加拿大政府与美国和墨西哥官员的会晤次数 为确保执法机构具备采取行动所需的全部资源 加拿大政府还将开启紧急审查机制 声明发布后 新法规将在15天后生效 3月1日川普宣布将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加征关税 作为美国市场最大钢铝供应国的加拿大反应强烈 在获得30豁免后 特鲁多把精力转向加拿大如何认真对待外国钢铁的威胁 多次表态要与美国合作打击试图在北美倾销过剩钢铁和铝的国家 并发誓不会让加拿大成为中国钢铝进入美国市场的后门 在加拿大发布新法规的前一天 川普打给特鲁多的电话中再次威胁 会对加拿大钢铁加征关税 除非在5月1日前达成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温哥华市政府将于4月22日 就市府过去百年多歧视华裔的政策、条例及法律 分别以中英文做出道歉 英文版由市长罗品信读出 中文版则由两名华裔市议员 叶吴美琪和于洪荣宣读 由于考虑参加者数目众多 市府决定道歉地点 由市府大楼改在唐人街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举行 温哥华中华会馆表示 这个日子期待已久 温市府社会规划师黄永安称 市府原先计划道歉仪式在市府大楼市议会举行 但考虑市议会地方有限 最后决定改在唐人街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举行 时间是4月22日下午20 届时由市长罗品信 业吴美琪及于洪荣 分别以英语 广复化及四译化读出道歉文本 其后由一位百岁高龄华裔军人 温哥华中华会馆理事长姚崇英 以及一名17岁华裔学生 分别就市府道歉 代表华社 老中青三代作出回应 为了令市民更了解华社文化 华永安表示 市府特地在道歉当天下午1时至4时 在温哥华唐人街不同地点 举行唐人街文化日 届时有各种中华文化活动 例如耍太极 功夫 打麻将 书法和中国象棋等示范 也有街头小时供市民品尝 事实上 市府道歉仪式并非一个终结 而是一个开始 黄永安透露 温市府拟于道歉当天 将开启就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申请温哥华唐人街为世界文化遗产 包括寻求联邦政府 省府及社区的合作 展出生意的程序 不过他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姚崇英表示 温哥华中华会馆对于温市府的道歉是期待已久 也只是温哥华华裔历史的一个里程碑 他感谢温市市长 市议员 市府职员 及社会各界努力促成此事 他相信 大部分华裔社群对这安排都会有正面的回应 不过 他希望市府可以将过去歧视华裔的历史 放在市府网站 也希望市府将道歉文本立碑 让下一代的人也可以了解到这段不平等的历史 卑诗省长贺锦周三宣布 下月起全省各地把婴幼儿送往有牌照托儿机构照顾的家庭 每月将获得最高350元的托儿费减免 目前已与省府签约获得该优惠的托儿机构已逾900家 占符合资格托儿机构的85% 全省1.8万个家庭可受惠 省府鼓励尚未加入该计划的托儿机构尽快申请 更将可获得4月份费用减免的期限 由4月1日推迟到4月20日 尚未申请的托儿机构也可在此后随时申请 以获得该项优惠 贺锦周三上午在高桂林宣布 省府投资卑诗托儿服务最新政策 他说早在竞选时就承诺改善托儿服务 这对家长特别是女性能外出工作十分重要 如果托儿服务不足够 经济发展必定受到影响 下月起 卑诗各地家长都会发现 托儿服务账单有所减少 这将减轻有幼儿家庭的负担 贺锦强调 不应有任何卑诗省民 要被迫在托儿服务及其家庭需求间做出选择 本次优惠针对提供有牌托儿服务机构 以每个月计算 集体托儿服务每个婴幼儿可获得350元减免 家庭托儿服务每个婴幼儿可获得200元减免 3岁至幼儿园年龄集体托儿服务的每个幼儿减免为100元 家庭托儿服务每个幼儿可获得60元减免 卑诗儿童及家庭发展厅长康洛奇 儿童照顾省务厅长陈伟珍也出席记者会 康洛奇指出 家长被迫忍受高额托儿费已有很长时间 本次托儿费减免是让卑诗家庭减轻负担的重要一步 陈伟珍指出 目前已有逾900家有牌照托儿机构同省府签约 使得所照顾的婴幼儿家庭获得优惠 省府已安排足够人手向托儿机构介绍省府优惠计划 并鼓励他们加入 家长代表谢福表示 他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一度挣扎 要在全职照顾孩子及外出工作之间做出抉择 既不想放弃自己的专业及工作 又要考虑王贵的托儿费 衡量把每个月的收入的大部分支付托儿费是否值得 获得省府托儿费减免可使他没有牵挂安心工作 作为纳税人 相信没有多少人愿意与加拿大税务局打交道 但多伦多大学28岁的学生凯文 却从CRA那里尝到了甜头 只要他填张表开一个银行户头 CRA就往他的账户里不断地汇钱 来的钱就如流水一般 最后这个数字成了天文数字 把他自己都吓傻了 也不知道是为了蓄意骗钱还是好玩 凯文在2013年直接从CRA的官网下载表格 申请HST返还 他在表中按要求填入了相关信息 其中罗列了一些大公司的名字 包括可口可乐公司 可牌公司 再加上自己的银行信息 让凯文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表格寄出几天之后 CRA就开始往他的TD银行的户头打钱 一次又一次 到了2013年年底 一共打了总计不是3500元 而是整整的3500万元 也许这笔钱太惹人注目了 TD将款项冻结 但尝到甜头的凯文哪里愿意就此罢休 于是顾忌重演 不同的是 为了不让来钱一下子太多 他采取了分散战略 一口气开了6个银行户头 让他吃惊的是 CRA根本不管这些 照样往这些银行户头打钱 到了2014年初又给他汇了总共500多万 如果算上上一年打给他的退税 那么凯文前前后后 一共从CRA那里得到了4180万 这位名牌大学的学生 真的被这笔巨款给吓傻了 给CRA的慷慨给震住了 面对那么多钱 但凯文心有不安 他不敢乱花 担心某一天东窗事发 他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 小心翼翼地取了其中的15000元来消费 虽然15000元只是4180万的九牛一毛 但这也足可以让这名大学生坐牢 安省法官在上周做出判决 凯文涉嫌欺诈超过100万元的罪名成立 判处13个月的监禁 这名法官在判决时说 按照有关量刑条款 被告不会只有这么长的刑期 毕竟这个诈骗的数额确实巨大 但法官说 考虑到他以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从巨额的退税中也只拿了区区的15000元 其余均能悉数归还 因此用了量刑中的最低刑期 法官说 如果判他的时间太长刑期 未免太残忍 也相当于是不同寻常的惩罚 嘉西最大的室内嘉年华Play Dome 由本周三起至下周一 在温哥华卑诗体育馆举行 据主办机构估计 为期六日的活动将吸引超过7万人次入场 已经有过15年历史的Play Dome 今年趁学校放春假期间举行 周三开幕当天 已有不少家长协同子女入场 Play Dome其中一个股东本森 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 他们在嘉西不同省份都有举办Play Dome 但入场的观众群有所分别 有些是针对轻轻一倍 但温哥华的入场者则多是一家大小 本森表示 今年Play Dome总共有45种不同机动游戏 包括新增的跳楼机 也有360度回转的Fireball 以及适合任何年龄的摩天轮 及旋转木马等 另外又设有各式美食 例如棉花糖 迷你甜圈和冰沙特饮等 因为机动嘉年华在室内举行 无惧晴天或雨天 参加者可以和家享受欢乐时光 Play Dome由3月28日至4月2日举行 周三及周四由上午11时至晚上10时 周五至周日延长时间 由上午10时至晚上10时 下周一则由上午10时至下午6时结束 网上购票有折扣优惠 两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场 据CBC网站报道 有代理卖房的经济趁火打劫 利用老人年迈生病且失去判断能力的弱势 竟然活生生地把一套房子骗到了手 本来叫价324,900元的房子 这位作为卖价的老人 最后竟然只落得区区的1万7 还是这位好心的经济所付的一年半的所谓租金 事情发生在2013年地点在新省的蒙克顿 一位重病的老翁委托夫妻档地产经济 卖掉自己的房子 最初叫价是324,900元 但挂牌上市好几个月后仍然无人问津 这两名经济于是擅自做主 将房子收归自己的名下 新省金融和消费服务委员会FCSC 在调查中发现 这两名经济之所以能够擅自做主 是因为这套物业的老人病重 他们于是趁老人脑力退化 且基本失去判断能力的机会 先将房子砍价四分之一 只以23万8千元购入 然后和并不在清醒状态的老人签订合约 FCSC的调查显示 这个合约是任何处于清醒状态的卖家 都不会签的 完全对自己不利的合约 两名经济用翻新和装修费扣减物价 13万8千 令物业价格减至10万元左右 而实际上 这两名经济实际支付的装修费 只有2万5千元 合约执行之后的结果是 两名经济以超低价格拿到了房子 而作为卖家的老人 在交易完毕之后 只得到了相当于一年半的租金 1万7千元 但他失去了房子 这几乎是他的唯一财产 此外 两名经济还利用老人的病况 在协议中分别成为了老人的 第一遗嘱执行人 财产信托人和继承人 以及第二执行人 信托人和继承人 新省FCSC在认真调查之后 做出裁决 认为这两名地产经济 违反了委员会所制定的房地产法规 对他们做出了停牌一年的处罚 据悉 这两名经济拥有蒙克顿一家地产公司 他们表示不服 将向新省金融和消费服务委员会上诉 感谢大家收看港湾播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即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倍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 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